嗨大家好,我是张文艺的RV青年笔心 今天有个恋爱想跟大家谈谈 关于一吻定情 第一集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秦子在高中入学的第一天失去了他的初吻 这让邂逅撞碎了秦子的虎牙 也让他的心从此为眼前这个叫植树的男人日夜牵挂 植树是盛都南高中不是树的超级天才 学习运动样样顶尖 最重要的是他长得很帅 苦苦爱恋两年的秦子 决定在18岁生日当天让植树明白自己的心意 他鼓起勇气递出情书 却遭到无情的拒绝 理由很简单 因为植树的智商超过200 而秦子则是250 受到沉重打击的秦子 值得丧气往家走 但道上忽然听见父亲绝望的呼喊 走近一看 竟然是自家刚搬进去才三天的新房子着火了 七七惨惨七七啊 秦子只能无助地抱住父亲 眼睁睁地看着情书和照片被复制一具 仿佛在祭奠他无疾而终的暗恋 父亲安慰女儿 他们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毕竟看过无家可归的小孩 第一步的同学都知道 这位父亲同志的房子 也不是第一次被烧了 就在此时 父亲仲雄高中时期的好朋友 曾之子伸出援手 他热情地将父女二人 接到自家同住 这让父亲感动得无以复加 老许 你要老婆不要 只要你开金口 我等会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 秦子当时就懵了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曾之子居然是植树的母亲 这就是传说中的塞翁诗马 因之非福吧 秦子爸爸和植树的父母 高中时期是形影不离的死党 他们三的关系怎么形容呢 可能植树妈妈都没想到 他能从秦子爸爸那里 把植树爸爸抢倒数 于是乎乎在爸妈们的助攻下 秦子和植树开始了 另样的同居生活 只是傲娇的植树 对秦子依然是一副不屑的姿态 他不许秦子在学校 透露二人住在一起 不许秦子靠近他方言两公尺 看到秦子被小混混纠缠 也是不管不顾 害他小混混身心留下了 难以磨灭的重创 得亏同班同学阿金挺身而出 秦子才得意逃脱 而更过分的是 事后植树竟然说 他认为那些人的层次 跟秦子更大 这激起了秦子的怒火 成绩好 就可以这样看不起人吗 他向植树发起挑战 他一定会在其中考试 考入前100名 上排行榜给他看看 气氛的秦子 开启学霸模式 但大脑却告诉他 由于硬件配置过低 该程序无法运行 这时植树妈妈 给秦子送来点心 他特别兴奋 这是他第一次 给学习中的孩子做宵夜 因为植树在家 从来都不看书的 听闻此言 秦子又惊又气 不学习还考第一 这找谁说理去 儿子对秦子的态度 妈妈都看在眼里 他觉得特别抱歉 说植树变成如今这样 都是他的错 因为他一直都渴望有个女儿 所以小时候 只好把植树当女儿养 给他穿最可爱的小裙子 拍最有爱的照片 孩子植树现在都变得 讨厌女生起来了 秦子则正正地看着 植树的女装照 露出不可描述的坏笑 学校里 植树破天荒地 主动找到秦子 还将秦子单独约了出去 看到二人靠得那么近 秦子的狂热追求着阿金 想起声阻止 却被秦子的闺蜜 摁倒在地 其实他们都想多了 只不过是妈妈 弄错了二人的便当而已 看着嘟囔着 真倒霉的植树 秦子不怀好意的坏笑 便当弄错没关系 制服弄错可就糟糕了 说话间便从书包里 抽出一张照片 晃了又晃 并威胁植树 帮他补习功课 不然他就将成为 艳照门的主角 无奈植树只好答应 得着二人要一起学习 植树妈妈居然是 最兴奋的那个 他悄悯悯地趴在门外偷听 还招呼秦子爸爸一起 植树爸爸看到后就很生气 我好心好意收留你 你们俩居然做这种事情 都不带上我 实在太过分了 三个老不休一边看一边聊 说得兴起还忍不住开怀大笑 植树一脸无奈地赶走爸妈 又回头看了看 同样吃笑的秦子 不禁叹了口气 好在秦子虽然笨 却知道秦能补着 于是从这天起 他成了班上的另类 上课认证作笔记 吃饭时也不忘看书 甚至连走路都在记单词 然后不看路的他就磕到了灯柱 而默默在身后 关注秦子的植树 则偷笑着从他身旁经过 其实男女一块学习 的确是培养感情的有效途径 根据书籍记载呢 杨博和小龙女 就是共同研习 玉女心经的时候 勾搭到了一起 而经历了这段时日的兰秀天香 植树也渐渐对秦子有的改观 虽然言语依旧刻薄 但目光却变得柔和 这些改变自然讨不过妈妈的发言 她兴奋极了 并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这点点滴滴 时间很快来到考试这天 植树妈妈贴心地赠给秦子一个护身符 而植树则在秦子身边驻足 轻轻地说了声加油 这是傲娇的她难得的温柔 秦子不禁绽放笑颜 她身后的栗子则一脸凝重 神奇出来了 秦子急急忙忙朝攻杠篮杆 而植树也破天荒地去赶排行榜 但有意思的是 只想上榜的秦子一个劲得朝前数 而从未考过第二名的植树 则拼命往后看 看到第一名仍然是植树 秦子放下心来 可她自己却榜上无名 植树小声地骂了句笨蛋 尽管她考了满分却一点都不开心 秦子窃窃地向植树道歉 植树翻了个白眼 不等她话说完便静子离去 失落的秦子则步履沉重 连护身符被撞掉了都没有察觉 只是很快植树便得知 原来秦子跟第一百名考了同分 可教务主任却认为有作弊嫌疑 所以才没给上排行榜 班主任把消息告知众人 阿金气冲冲地替秦子报不平 植树找到案子身上的秦子 表示她知道了秦子的成绩 听到这番话的秦子瞬间便多云转情 毕竟她想被公布名字 就是为了不让植树失望 既然植树已经知道她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么上不上榜也都无所谓了 植树接过照片 被过身去 扭念了片刻 夸道 虽然你很笨 但是真的很有毅力 秦子喜笑颜开地回到教室 却被阿金和闺蜜重重围住 一头雾水的她被拉到公告栏 上边赫然张贴着她和植树的亲密照片 旁边还有五颜六色的文字标注 这个消息玩如一颗原子弹 瞬间引爆了整个校园 同学们将秦子团团围住 调她把事情一五一十交代清楚 连栗子也晃了神 一把揪住植树 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一幕 相信大家也能理解 为什么我跟环奈迟迟不敢官宣了吧 英文定情呢 是漫画淘气小星星的真人版 当然我相信 《恶毒剧之吻》这个名字 大家会更加熟悉 相比后来的版本 这部的人生和情节 与漫画是差别最大的 不过却是由作者多天勋 亲自监制 哎 这就很有意思了 和之前的解说一样 我会用两到三个视频 解数剧情 并在最后一期 进行总结分析 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的是 这绝不是一碗 天狗天到最后 另有仅有的毒鸡汤 当笨蛋少女爱上天才少年 她们的故事是真的很精彩 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我是庄文艺的 2B青年笔心 咱们下次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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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